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局通过询问得知 这里山高路远 没有老师能坚持留在这里 所以孩子们都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钟老汉为了山局的事烦恼不已 并且也开始后悔 借了这么多钱该怎么还呢 虽然救人是好事 但代价也太大了 深夜 山局准备趁着夜色逃离这里 结果没想到门上既然绑了铃铛 现的那一头还系在了莲花手上 在莲花的提醒下 山局不得不放弃逃跑 原来钟老汉一家并不打算放山局离开 因为山局背负了太多的债 明着说是保护 背地里却紧紧的盯着山局 连水灵也变成了监视山局的工具 只有等警方抓到人贩子 村民们拿回自己的钱 山局才能离开 然而莲花却认为 山局是自愿跟着钟老汉来到这里的 所以算不上拐卖 这么好的女人不留下来给石根当媳妇 那不是太浪费了吗 钟老汉的儿子石根已经33岁了 再不结婚的话 恐怕要打一辈子光棍 水灵不知道这些事 所以说话毫无隐瞒 山局因此了解了形势 他请求钟老汉放他走 结果莲花却在一旁威胁 说外面都是光棍 山局如果敢离开的话 肯定会被光棍抓走 钟老汉警告钟老太 买卖人口是犯法的 村民怎么想没关系 我们不能也这样想 然而钟老太却只信莲花的话 我们都劝劝山局 只要山局同意 那不就是自由恋爱了吗 钟老汉听后觉得非常有道理 同一时间 山局找到机会逃出了钟家 莲花之前警告过山局 这里四面都是山 不知道路的话根本跑不掉 山局因此想到了死 幸好正在放羊的小妇 其实发现将山局救了上来 钟老太伤心不已 大家能变成一家人都是因为缘分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接受石根呢 山局听后差点被气到吐血 另一边山局的警察男友 从山局的母亲那里得知了山局失踪 于是便立刻开始寻找 石根收到消息后立刻赶回了家中 莲花告诉石根酒壮英雄胆 石根便多喝了几杯 他自认为自己条件不错 还买了礼物 山局肯定会接受他 可没想到却起了反效果 了解这件事的经过后 石根有些后悔 这不是逼婚吗 然而莲花却觉得山局不知好歹 他本想说山局两句 结果没想到山局竟然喝下了农药 若不是石根及时将山局背到医院 山局可能就没命了 石根告诉山局 只要山局恢复健康 他们就送山局离开这里 甚至还能主动写信联系山局的家人 山局因此对石根表示了感谢 一段时间后 山局恢复了行动能力 或许是为了向山局赔罪 钟老太各种好吃好喝招待 山局看到钟家如此艰难 还对他这么好 心里不禁产生了动摇 随后双方来了一段苦情戏 还互相表示理解和尊重 山局觉得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发挥于热 让下一代学点知识 某天钟老汉突然病危 山局发现后立刻找人帮忙 但对方不肯帮 山局无奈 只好问水灵如何出村 莲花知道后 以为山局是想逃跑 因此很快就带人追了过去 直到遇上医生 他们才知道误会了山局 后来山局终于等到了回信 然而信的内容却让山局失望不已 原来诗根不知道 寄信要贴邮票 因此信又送回了这里 也就是说山局还要在这里 待上一段时间 钟老汉对山局感激不已 这段时间多亏了山局的照顾 看着孩子们学到东西 钟老汉不禁感叹 要是这里有个老师就好了 村长知道山局在教孩子 因此希望山局能留下来当老师 哪怕只教几天也好 钟老汉不肯开口 所以只能让钟老汉去说 山局也不想看着孩子们误入歧途 因此便答应了下来 后来村民们都知道了这件事 于是把孩子送到了山局这边 这样他们在干农活时 就不怕孩子到处乱跑了 小傅的老爷不觉得读书有用 不如早点学会放羊 这样还能赚钱 山局听后主动上门劝说 他告诉老爷知识才是真正的财富 老爷知道这个道理 但小傅的家庭条件不好 他也没办法 小傅很愿意读书 在他的表态下老爷终于松口 随后山局突然发现 小傅的父亲大傅 竟然就是当初拐卖他的人 难怪大傅没有跟着钟老汉去村里 气得山局当场逃离了这里 钟老汉本打算报警 但山局却认为这样会影响到小傅 因此只能当做不知道这件事 后来山局除了教孩子们知识外 还和他们一起去挖草药卖钱 以此来购买学习用品 平时有空的话 山局也会去挖草药 然而没想到这次他没有注意时间 同行的莲花在离开时也没有说一声 知道山局迷路后 村民们立刻开始寻找 在大伙的努力之下 山局终于平安归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 山局的母亲终于赶到了这里 得知事情的经过后 母亲帮山局还清了债务 还多给了三百 钟老汉没好意思要多的钱 明天山局就要离开这里 所以今天便是他的最后一堂课 然而没想到 诗根在工作时遇到意外不幸身亡 钟老汉和钟老太因此晕了过去 山局不想在这个关头离开 因此便劝说母亲 叫母亲先回去 她过段时间再走 母亲对此表示理解 但山局留在这里已经太久太久 山局认为自己受过中家的恩惠 所以一定要报答 做人要懂得知恩图报 母亲不同意山局留下 但山局已经下定决心 无奈之下 母亲只好以沉默来抗议 看到孩子们对山局的依赖后 母亲只好让步 提醒山局注意身体 后来大富因为拐卖人口而遭到了逮捕 山局对此表示活该 但遗憾的是 小富为了看望大富 竟然独自跑到了城里 山局不忍心 于是便主动寻找小富 由于监狱不让小孩进 所以小富希望山局能代替他去看望大富 山局本不愿意 但小富苦苦哀求 所以山局最后还是答应了小富 大富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 他也知道自己猪狗不如 但他还是请求山局 不要因此记恨小富 一定要把小富交好 不要让小富走上他的老路 小富对山局很尊重 山局也很喜欢小富 在得到山局的允许后 小富叫了一声妈妈 又过了一段时间 男友也来到了这里 他希望山局能跟他走 但山局却放心不下孩子 在男友的劝说下 山局终于同意离开 然而在看到依不舍的相亲 和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后 山局突然改变心意 选择留在这里 孩子们不能没有他 他也不想看到孩子们 失去读书的机会 重走前人的犯罪之路 这部由真人真事改变的电影 有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是美化犯罪 淡化了拐卖所带来的影响 山局受到的苦也被忽略大半 之前气势汹汹的村民 竟然在之后的剧情里纷纷转变 这难道是在暗示 买卖人口的村民没有那么可怕 有可爱的一面 第二个问题是以偏概全 就算被拐卖的人真的遇到了一家 不是特别心狠 甚至愿意帮助他的人 那也不能因此就拿出来举例 不然某些脑子不好的人 会以为拐卖也没有那么可怕 如果这种事能够举例的话 那一万个没读过书的人里 也会有几个混得不错的 难道我们就可以因此说读书没用吗 所以像这种电影千万不要再拍了 因为它比烂片还要恶心得多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我们下次见 我是96年还是97年来到这个黄石的 当时刚好经历了98年的大洪水 当时水都沿到这个地方来了 26米 对应的是哪里 再高一些就过低了 我刚好住在低的那一边 连得很容易 呢 我看看 familia num 我 感谢观看